岳阳本玉抬手将凤脚脸颊上的碎发笼于耳后,却忽然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,刹时间眼神里流露出的一丝情愫也渐渐隐没于眼眸中。 大漠的朝声援方向望去,男子将将手猛地朝后一拉,马儿方才停下,脚掌下的马蹄铁与青砖微微摩擦,荡起些许青铜的闷声,与眼前这般悠然趣意的景象相比,倒是颇为刺耳。 杨叶有急事求见亲王,还望亲王给成一个面子,悬疑男子微微轻声拱手言道,白皙的手自耳盼的青丝前落于衣衫旁,继而朝着苏鱼望了一眼,示意他看好凤酒,素白色的袍子自凤酒指尖划过,紫檀香气微微萦绕笔尖,不知怎么心神竟有些浮躁与不安。 杨总管平凡无故,来我这宗亲王府,可是有事。 羊羊瞥了杨叶一眼,急而淡淡地开口言道,王爷,您今日这面上怎么没眼着面具? 杨叶望了一眼那清冷最美的脸庞,随即开口言道,口气带着几分疑惑的味道,又夹杂着些许极度。 羊羊淡淡地瞥了他一眼,随即嘴角挂上了一抹冷淡的微笑,想戴上时自会戴上,不想戴上时便就不戴。 那面具被本王摔裂了,若是羊总管有兴趣,倒是可以从本王府上拿走,毕竟本王从不吝啬,本就与本王而言并非重要的东西。 臣不敢,王爷言笑了,杨叶微微低下了头,眼神与语气中皆是亲口。 来找本王和事,羊羊微微碾了碾两指尖纤细的骨节,语气中带着一丝烦躁。 王爷,身上有事急躁。 杨叶应声低头说道,羊羊的眼底划过一丝凌厉,同时心装更加坚定了他原本的想法,此番恐是北城战士吃紧,他不会平凡无故地这般急于召见自己,此番战士怕是有些棘手。 羊羊平淡地绕过杨叶,走到马儿身边,轻迎一跃,纵身上马,向右微微一拉江绳,马蹄声声萦绕于羊羊耳旁,抬头看着那居高领下一身傲气的男子。 若是本王看中的东西,就算是一面镜子,摔碎了碎片,自然也是本王的。 若是不值一毛的东西,就算是表面涂上光鲜亮丽的色彩,本王也不会瞧声一眼。 清冷的声音透着丝丝微眼,自羊羊的耳畔袭来,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也有些僵硬,钻衣群中的骨节也变得发白。 微微作响,伴随着阵阵清风,一声长鸣,素白色的身影便消失于视线之中。 羊羊双手背于身后,双眸充斥着怒意,一丝狡诈。 玉羊,你若是败,就败在这一身傲骨上了。 有朝一日,你定会死于我手上,但你死后可切莫怪我,这也是你逼我的。 胡小生飞至于皇城脚下,秦月下马,将手中的缰绳交与站于两侧的护卫手中便大步向殿内走去。 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身龙袍加身的男子,若是用手足相残形容他与锦华的关系,他自己并不认同。 他与锦华之间,与朝堂上是君臣关系,与朝堂外即是仇事关系。 这么些年,他一直将自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,明明极度的入骨,却又与军事战乱而言,又不得不重用自己。 与异朝之间而言,却备受群臣网议论,与手足君臣之间却自相残杀,他倒还真是可悲。 淡淡的眼神露入锦华眼帘,两人皆都沉默无言。 急着赵献本王可是有事,平淡的声音飘至耳间,甚至没有任何起伏的情绪。 锦华将手中的折子甩至一旁,拇指间轻柔着太阳穴,一时间脸上也涌现些许疲惫之色。 此番敌军阵容桥大,光是那树原大将,便给孤王吃上一壶了。 锦华语气中透着些许浮躁与疲惫,声调也显得有些低沉,暗雅。 距离两斤交战还有多久,待到玄冬之时,你此方有几分瘦算。 千细的骨节轻敲于桌面,透出些许响声,眼神也定定地落在那一抹素白身影上。 玉阳一手轻捏着下摆的袍子,夺步走向门外,带着造靴跨出门外之时,方才顿住脚步。 若是本王胜了你,便硬得本王,护知一方百姓于是安宁。 若那是本王真的败了,也定是死于自己的近下,不会危急求中晚分。 你大可遵用实权,笑看天下风云。 本王一直见,金戈铁马,戎马一生。